这一次李强总理出访瑞士以及爱尔兰 首先是签证政策上有了非常大的福利 同时也与当地的同时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政商精英 进一步详细地表达了中国对于外企的开放态度 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强总理人一走 却缺席了国内的一场重要的会议 这就是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省部级干部的金融工作会议 我们还记得习近平在会上提出了金融领域工作的五要五不要 其中包括不能胡作非为不能脱石向虚等等 有观察人士就注意到这一次会议开的时间非常的巧妙 李强前脚出国了你后脚就开了 本来应该属于李强所管的经济金融领域的会议 这一次会议的主持既不是李强 那我们理解国务院总理正在出访 也不是常务副总理丁薛祥 而是蔡奇 蔡奇同志近期可以说是迎来了一个高光时代 陪习近平出访美国 可以说是打破了之前常委不随行的惯例 这一次按理说是属于国务院这个机构来主管的 有关于金融和经济的事务会议 他和习近平的这种关系 几十年之后 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蔡奇同志还是没有改变他二号首长的特征 实际上一个意义上 他就是习近平的秘书 大秘书 那么这个会议 当然我们觉得如果李强总理在家 他应该发表重要讲话 或者是习近平讲完以后就他讲 那是不是他主持会议呢也未必不是大家想讲讲的是丁崔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会议的主体是省干部什么什么专题班 那就是对于中共的体制来讲 它属于党建的一部分 蔡奇现在是管政法 管统战 管意识形态 还有一个重要的分工 他就管党建 那党建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党校 或者是甚至包括组织人事工作 那么党校的这样一个培训 本来就是属于他的这个职制范围 所以大家也不要把蔡奇往火上烤得太厉害 这个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约权 那么另外就是丁崔强呢 他虽然是常务副总理 总理不在的时候 他可以扮演前盘主管的这个角色 但是呢在这个国务院的这个体议里面 丁崔强又并没有管经营这一块 而是由另外一位副总理 但是他又不是政治局常委的何立峰 所以这个我讲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个会议里面其实有几个人 习近平当然是老大 他可以发表讲话 如果李强在应该发表这个比较指导性意见的 政府立场的讲话 如果是何立峰就讲一些执行性的这样一种讲话 那么真正的主持人 我认为蔡奇是合适的 而不是说不合适 但是他的权力我们已经讲了 他肯定是上升 那么这种上升的权力 有几种结局 根据以前所发生的例子来看 一个是跟着皇上上 也跟着皇上下 皇上下他也就走了 比如说台湾有一个人 现在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了 叫苏志诚 苏志诚在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 他就是二号日务 是个大秘书 什么事情都要通过他 所以很多人恨李登辉的人 把苏志诚恨得牙齿痒痒的 但是李登辉下台之后 他也跟着下台了 所以蔡奇也不能完全排除 就是说他一定就未来留下来 也许他就一届以后下去 或者是为了更多 这个习近平下去 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还有一点情况 他确实掌握了这么大的一个权力 未来成为中国的更有实权的人物 也是有可能 这个是我们看看以前统计的数字 统计的情况 大概是两个方向 好 谢谢和民先生的介绍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 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1000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 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 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魏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 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波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 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